作曲 李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鄭煜玲小姐 她有個更加出名的愛號 Kitty Ma hello 大家好 Kiri Mark爺是為何出名的 你知道你出名的原因是 當時她在英王當經理人的時候 逢親春冥的時候 你們的春冥就有比賽 沒錯 每次拿冠軍的都是她 我不是叫比賽 而是找人表演 有一年開始 不知為何吳宇大哥說 剛剛我們有兩個同事很喜歡唱歌 然後很老正唱歌 有一個是在補勵金製作 是幕後來的 是幕後宣傳的 總之我們在TVB要補位 她就上來補 阿倫、黎明、學友不來的 她就補了 還要出唱歌 很喜歡唱歌 另一個是她當年發掘觀音娜 然後她又來到公司做 很喜歡唱歌 吳宇說 我們要想像春冥的時候 吳宇大哥跟同事說 他們兩個就爭著唱歌 然後就說 Key媽 你什麼 我說我不會唱的 又是因為那時候 裝了東西 不是啊 那時候 剛剛薛凱琪 戚冊拿獎 是 她上去 一跌倒了 突然音樂一起 一跌倒了 她就馬上 就是這樣 大家說了很久 反應很快 我就學她 我就在那裡扮 然後我就扮上台 但我很認真的 學完法律的時候 我就真的 找跳舞老師 教我唱Twins 你叫跳舞老師 為了我春冥的表演嗎 是的 不過跳舞老師當然是幫了我 因為我是英王 是的 你真的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大家就好笑 那些藝術 即是討厭那些藝術 覺得又開心 以往都是我表演給別人看 那你又說 那些同事個個都傻婆傻佬 出來表演 是好笑的 這樣就做了三四年 但你每次都每年都拿冠軍 是嗎 我不是叫拿冠軍 我變成Icon 因為知道好笑 其實不用實力 不是啊 好笑就可以了 她說她唱得很好 是呀 因為我錄錠 是嗎 我是錄錠嗎 我是靠嘴的 是一定 其實我真的一點天分都沒有她們唱 是嗎 但不知為何阿冰姐說我唱得好 唱得很好 又放 是呀 你是收放自如 收放自如 我覺得你很帥 跟我聽說 你每年都有獎金 沒有獎金 沒有獎金 不是呀 我聽說楊先生說你唱得好 又聰明你 小小啦 其實每個人都有些 沒有獎金 是嗎 沒有獎金 因為楊先生挺好的 老闆 她看得開心 是 但你在英王 我記得最令我驚訝的一件事 就是你做了很多金歌 是呀 我在英王信耶穌 那一年2007年 我2001年入英王 我在2007年就信耶穌 在這七年之前 我真的挺有名的 因為很多新的藝人 小時候 我就像老賣老 真是罵得很厲害 Manny就覺得 有個同事 傻婆 又這麼好 幫我頂上 跟藝人 臭小的那些 她就很放手給我這樣做 即是你一個做好 一個做醜 沒錯 沒錯 Manny就是校監 校長 老闆就是楊先生 就是校監 我是訓導主任 即是打手辦 所以 配合得挺好的 但大家 當然有些藝人覺得 Kini媽真的很兇 怎樣 其實我都兇 都是恨鐵不成鋼 我記得有一次 不知道我罵誰 然後Manny就跟秘書說 糟糕 她不知是誰 又被Kini媽這樣罵 秘書又說 不是 在罵她的兒子 自己的兒子 你罵自己的兒子 然後Manny跟我說 Kini媽 你不要這樣 原來我真的知道 你很疼我們公司的藝人 因為 你真是當我親生 但其實 他始終都是你親生 你不能罵到他那麼甘 所以我跟Manny 亦師亦有 除了我上司之外 有時候 他也給了我很多東西 我相信耶穌 我就不敢罵人 但有一件事 我又覺得你很厲害 你很投入 因為 我不知道你記得 有一年 我在永佳 你們好像跟我永佳 電影公司的祭典 那時 你當時是一個拜神婆 是啊 那很久了 我記得你到處帶人 去看什麼師父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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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師父 是呀 哇 一個拜神婆 怎麼突然會做福音歌 因為我信了耶穌 2007年 Kini媽出名是甚麼 是因為整個娛樂圈 都以為Kini媽生癌症 我真的想想 原來我這麼嚴重 我對人也挺好 她覺得自己 原來我的態度也不太好 你也領教過 當作製片 我都因為很保護藝人 外面也很狠 所以 原來我都要檢討一下 一來算了耶穌 我就開始不罵人了 就可以做福音歌了 福音歌是因為 是因為這樣的歌秘給你聽 好 福音歌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年我們開會 鄭秀文剛剛信耶穌 這首歌賣得很好 這首歌賣得很好 那首歌賣得很好 對 賣得很好 然後有一次開會 Manny就說 其實我們公司都有人信耶穌 在開會的時候 她說 我沒有理會 我坐在那裡 然後說 Kini媽 我問甚麼事 我說 但沒甚麼錢 我說 你小時候有多少錢 你告訴我 我就甚麼做 她說 有甚麼人信耶穌做過混合 中書萬我們公司信耶穌 當年 Yumiko剛剛信耶穌 當時是 李日朗信耶穌 黃祖南一定是信耶穌 沒錯 再加了一個張志恆 五大五個人 基督徒 因為兩首歌十首搞定 搞定了 我就找了一個做福音歌的監製 幫我找一些福音歌 寫了 然後Sherman就寫了一首新歌 那麼巧合一首歌 Sherman就是 那麼巧合一首歌 Sherman就是 他那時候 那麼巧合一年 他有一首給次的信 紅了 但其實他最想的是 那首叫天愛 他自己作的 結果監製 我們的譴負經理沒有用 還有給次的信 爆了 然後天愛就放在那裡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用 但是吳宇真是厲害 他就說 用這首叫天愛系列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天愛一 很適合 就是上帝做事 真的沒得談 那首歌又爆了 就開始做到 在英國做到五個福音碟 但我現在看到 前幾年 你有幫牧師開音樂會 我也去提醒過 是呀 謝謝你支持 因為我個人 真的很投入 很投入 除了投入之外 我也很商業 我又覺得 當然商業得來 我也覺得 其實牧師也可以很新潮 因為我很怕悶 你知道 回到教會 我以前為什麼 這麼不信耶穌 就覺得 嘩 真是豬能夠 大哥說不少 不要說話 不能唱這些歌 我這麼投入回教會 就是無端端 其實是Manny叫我回教會 是嗎 因為我們有個行家 有個朋友 剛剛去洗禮 Manny跟他好朋友 他就知道 我也跟他認識 他就迫我去跟他一起 那我就去到 嘩 入到去教會 真鼓真結他 真什麼 什麼都是真的 然後人們舉手 WILL BANG 然後就唱 誰聽說世界 愛事相急 這首歌 不是卡拉OK唱過嗎 為什麼會在 愛事不保留 愛事不保留 為什麼會在教會唱 我便覺得 然後他就打鼓打到 很韌 嘩 OK 不悶 那我就 就是這樣可以順主 那我就覺得 因為我這樣順主 我覺得牧師 這麼可愛 原來很多牧師 很喜歡唱歌 是 很喜歡唱歌 又喜歡什麼 那我就 聊聊聊聊 那我就做了一個牧師演唱會 我便將牧師新潮出來 很好看 很好看 非常享受 因為我開展過程是怎樣 哇 並並並不難 每個人牧師都戴上眼鏡 Beatles 穿上西裝 幫他弄上 然後我找了一首歌叫做 《Tear for Fies》 那一個很出名的歐洲 然後拿了這首歌 做討論 我便覺得 這首歌這麼有趣 因為很多人沒有聽過這些活動 就以為新歌 大家覺得很新潮 那些目色馬上很新潮 很好聽 是 非常好聽 那就是這樣做了一個福音音樂 很有意思 我希望你繼續做 我想 如果我們大兄節目有感動的話 你可不可以大家贊助一下 幫幫忙 一定 沒錯 我又想問一件事 就是在你做這麼多福音歌 又在做這麼多經理人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天我看古具機的Facebook 她就說 Kitty媽 恭喜 恭喜 原來你在馬來西亞 拿了國際太太冠軍 是的 為何你又去選美 因為2012年有一年 我有一個朋友 他告訴我 原來馬來西亞的選美很容易 你知道我給錢 報名就可以了 不是 那是你的冠軍給錢 不是 不是 你給錢 然後我去馬來西亞的朋友 又很熱心 我幫你報名了 那我就去了 我本來以為60歲選國際媽媽的婆婆 但我兒子未結婚 未做到媽媽 你遲些吧 快點幫忙 好 然後我那時48歲 剛剛 差兩個月 我就入了 她有幾十個女人 然後又有年輕組 我這些叫經典組 即是老夜組 是嗎? 經典組 48歲開始 我當然是參加經典組 對嗎 那時我又可以問人借到衣服 有人幫忙衣服給我 我便飛去 你下一本也不行嗎 沒有 她化妝 說不知給了多少錢 選擇一招十七截 叫我甚麼 我也不用 你也不捨得嗎 不捨得 你真是 然後呢 拿了最佳民族服裝獎 是的 就是在深圳買了一套後官 拿多獎 很厲害 六百元 我給了六百元 但你可以拿冠軍 其實有幾個冠軍 有幾個 但有很多獎 因為有很多一太太 你知道有很多獎 大家都 我 只是豬肉 也是 但我沒有想過自己拿到冠軍 因為他們說真的 因為我可能不在乎 而且我真的當作玩 例如穿運動衣服 我出來真是紮紮跳 我現在六十歲也紮紮跳 你想想 那時怎樣紮紮跳 然後我記得頒獎是楊梓琪媽媽 是嗎 不是楊梓琪 不是楊梓媽媽 她上去跟我說 你真是四十八歲 我說是呀 你真是很好的 真是感謝 我替你開心 我替你開心 然後Manny好笑 回來 我既然媽媽那麼威風 我跟傳媒那麼熟 我給了一兩張照片 燈一下 當然是借助一些藝術名字 古具機 當時我正在湊 機仔又幫幫我推我一下 然後Manny好笑 你無緣無故選美 因為我放大價 然後我說可以減壓 你說真的嗎 我真的 即這個選美可以減壓 我當是玩 那好了 真是沒有壓力 所以就是甚麼 原來就是這樣 是的 我想問你 當年48歲 你就去馬來西亞 去做國際太太選舉 你現在懦罪了 但這幾年 我看到你是不停地去做運動 你現在叫做山系女神 是 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 因為我2012年選完 然後2013年 我跑完一個全馬拉松 42公里 這是我的初馬 2013年在渣渣打馬拉松 為甚麼會呢 就是因為當年 我剛才上一次我都說了 是因為他們 你那些藝人 是的 我看到他們不跑 因為教練打給我 因為日子都要交 因為你會練習程式 我要交的 日子都要交 說你跑多少公里 那些教練打給我 Dip好像未有報數 然後Steven 我就覺得算了 即是張志恒和吳浩康 都是報名的 是的 我管他們這麼參加 因為我覺得 反正一個人 最重要是你告訴別人 你的決心是甚麼 其實跑步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就是跑全馬 不是你趕去的 就是你怎樣都要練 不是玩的 結果他們經常都失誤 然後我就忍不住 因為我已經不罵別人了 你知道我已經做了 我信得住 我就說算了 現教不如新教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教練 我說你幫我設定個計劃 我跑吧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Kitty媽媽幾十歲 49歲都來跑步 就來五張 我說你們沒有理由 都不去做 我說我又要上班 又要應酬 最重要是要打麻將 你明白我跟我說甚麼 很忙 很忙 然後我也跑 結果他們就不好意思 但你跑到嗎 我意思是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封牌 即甚麼意思是封牌 即是不打牌 不打牌 你現在不打牌 其實我一向都喜歡打牌 我因為跑步 所以我要封牌 因為我要交program 我不夠時間 我要上班 即是很專心 他很專心 除了我又要做事 我真的要上班又要做事 說真的有些應酬 有時候 我不可以打牌 我便封牌 原來上帝又會這樣 因為我記得那時 張帕茨經理人跟我說 媽媽 你信耶穌 為甚麼要打牌 神經病 信耶穌不打牌 我不會相信 原來 不可以打牌 是的 母親說 沒有說不可以打牌 也沒有說賭博和麻將 叫你不要貪 哦 行了 我打牌也不貪 既然我便繼續打 但因為真的有個跑步 所以你知道打牌 真的 一年半輩子不打 你便沒有甚麼 又沒有腳 沒有腳 沒有興趣 不是 我打牌的腳 有三個已經去玩三鐵 比我更厲害 真的嗎 嗯 那你在做跑步的過程 很大快樂嗎 其實我很大快樂 又不要這麼說 但我開始 那個過程中 譬如我拿到一個初馬 即是跑完全馬 都49歲做這件事 然後我每一次 那些人知道 Kitty媽一跑 就會帶點藝人 那時候在英國 真的沒有人想過 鍾舒曼跑步 關志斌又跑 史提芬又跑 以及我公司很多同事都一起跑 那時候英國是一隊很大的隊伍 詠儀也有跑 當然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維持 但我覺得現在有些藝人 是一直維持維持運動 即是維持瘦 維持身材 我覺得這也影響了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叫山系女神呢 到跑步 因為我已經離開英王 我經常都是自己一個人 我開始跟外面的跑班年紀大一點 跟我近一點 開始他們喜歡行山 我沒有行過山 而且當時行山 是周美虎帶我走的 他現在也有行 但他沒有想過我越行越狠 他也會休閒一點 我越行越狠 你現在走的地方很艱深 有危險的 不是叫危險的 但你經常走 你總之不怕曬 我今年也說了我登錄 我今年有一個創舉 什麼創舉 我會九月中去City跑一個傳馬 所以我突然受了 你見過我很久沒見過 你收了十幾磅 十八磅 為甚麼呢 為甚麼要瘦 因為我今年六十歲 本來我也沒有想過 但因為我有一個 啟蒙我跑步的姊妹 她就給我一個計劃 她說不如你今年跑吧 如果你六十歲 我打算去年 但她說如果你今年不跑 你明年很難報 所以我就覺得 姊妹六十歲 應該都給自己做點事 我便覺得這個也好 所以我也想鼓勵一下 其他姊妹 即是熟女 不是熟女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其實真的挑戰 我覺得這個很大的鼓勵 為甚麼呢 很多人好像 好像我這樣 我經常覺得 邏稅都不要說跑 走也要小心點 又怕跌 又說跌倒是很大的事 有時候膝蓋痛 但你好像一點事都沒有 我因為 因為我真的做一些運動 是真的幫助肌肉的膝蓋 所以我坦白說 我到現在都沒有膝蓋痛 因為腦是腳腦先的 是 最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 各位姊妹 不要想著自己 我幾十歲 你也是 是 我正在做很多運動 不過我還未跑 不敢跑 不用跑 不用跑 我其實 我跑步是由行路開始 是嗎 但我還是不是這樣學 你甚麼轉彎 是由行路 行路 行山就真的 很曬 我覺得 我怕有班 不會的 不會有班 因為捏完之後 班都已經不夠黑了 不過你真是很漂亮 對呀 你修了我已經漂亮了 為了感謝主 我恭喜你 我希望你 你接下來去澳洲 完成了這個 沒錯 完成了這個創舉 是的 為我們六十後的爭光 好嗎 然後我就去宣教 去尼泊爾 哎呀好啊 所以我覺得人生裏面 有這個年紀 感謝主 有工作 有些時間去 又不是叫做退休 是 是叫做 繼續積極地生活 好像你這樣 坦白說 我認識鍾衛冰小姐已經幾十年了 我都看著她幫了我們這些姐妹 重新振作的很多 多謝你 她都很好見證 好了 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差不多了 跟大家說再見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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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